其實我說一年前我非常的擔心 因為一年前大部分想要參選的地方人士都已經小動作頻頻 但是吳徵始終都沒做什麼事 然後我當時非常的害怕 因為我心裡想 其實我在三年前早就已經宣布 我絕對不會再繼續參選第二次 所以我心裡想說 我真的是不打算再參選第二次的 如果到時候地方上沒有任何一個人 可以代表跟我相同的價值觀或理念的話 那我這樣子落跑 好像顯得非常沒有正當的借口 如果說三年前的吳徵有什麼缺點 我覺得只有一個 就是他實務上的經驗也許少了一點點 畢竟他比較年輕 但問題是呢 經過這三年 將近四年的一個磨練 這部分的缺點也早就都已經不存在了 我們應該要別了 我們應該要別了 但這個徽章呢 因為我已經別了大概三年多 吳徵雖然以後也會有他自己的 但是呢 我把我的這一個先交給他 希望你可以接下來拿到自己的 好不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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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這邊 我來這邊 好 耶 好 我們稍微退後一支 大概在這個小奶奶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麥克風聲音123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抱歉我們比較晚開始 感謝大家今天來參加 跑起來台北進步議員再加一 聯合推薦吳珍記者會 那我的特助的吳珍呢 其實已經在上禮拜 在他自己的臉書正式宣布 投入今年台北市松山信義的市議員選舉 大家知道上一屆選舉的時候啊 我跟吳珍還有玉芬 其實都是一起出來參選 但是很可惜 吳珍差一點點沒有選上 但是他這四年呢 在市議會裡面 有非常多的市政服務經驗 然後還有很多 受理很多陳情服務 然後所以呢 我們這個相信他接下來 也可以再迎接新的挑戰 那今天呢 也特地邀請了我們台北市議會 非常多的年輕夥伴 大家一起來推薦吳珍 那也包含了 看著我們從小到大成長的林昌佐委員 那今天呢 我們就來馬上開始我們記者會 首先邀請我們立法委員林昌佐 來推薦吳珍 應該是沒有到從小看 從小看到大的話這樣子好像 對 我是比你們大的一集也沒有錯啦 對 那不過我想就像剛剛亮君講的 吳珍過去這一段期間其實在台北市議會 會在這個亮君的身邊那處理很多 到立法院裡面擔任我的法案助理 那一路上我想他不管從這個社運 社會運動的這個層面 再到這個到國會裡面 到選舉的時務 再以及自己也出來參選 那後來到亮君這邊 在第一線為市民朋友服務 我想他真的是在整個這個政治上面的歷練 都已經有不同層面的體悟啦 我之所以說是體悟是因為 其實這一路的選擇 都是他自己堅定做下來的決定 那他的想法也都非常的單純 就是繼續的往前進 繼續的學習 繼續的累積 所以其實我也都知道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有很多的機會可以給他選擇 但是他都決定了 就是繼續走到這個2022年的時候 他要繼續再參選 這是他非常堅定 而且單純的一個決定 中間有任何可能干擾他做這個決定的 甚至於是更好的選擇 他都毅然決然的 這個排除那些選擇 所以我今天給他的這句話 就是因為他環抱單純 而且堅定的熱忱 用行動落實理念 他非常的堅定 那而且也非常的有經驗 而且從我剛剛講 社會運動到中央到地方 他都累積了非常這個深的 所有的服務的一次一次的跟大家一起互動 一起累積他的經驗的機會 所以我想對松山新義來講 他絕對是一個不可多得 那可以兼顧理想以及服務的市議員 所以吳徵加油 這次我相信你一定可以這個順利當選 謝謝 好 謝謝Freddy 好那麼 大家知道我跟阿苗還有吳徵 現在有開一個Podcast節目 叫做仁愛路四段507號 其實就是台北市議會的地址 那2018年在選舉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分屬不同政黨 當時我們是時代力量 阿苗是社民黨 那其實當時沒有那麼熟 那後來 在這幾年 我們在議會有非常多的議題合作 那所以呢我們在交流下來發現說 其實對方並沒有我們所想像中 差異那麼大 好像不同政黨 可能很多事情不能一起做 但是呢 我們其實在非常多理想跟市政上面的議題 都有很多共同的理念跟想法 那有時候呢 我們在議會裡面 能夠大家彼此合作 發揮更強大的戰力 其實呢 會更有力量 那麼我們現在呢 就來邀請台北市議員苗伯亞 來推薦吳徵 謝謝亮君喔 今天推薦吳徵的理由很簡單 因為吳徵是個真心誠意 為台灣付出值得信賴的人 剛才就如同Freddy所說的 吳徵這次參選是懷抱單純且堅定的信念 因為他 我所認識的吳徵 向來就是一個非常誠懇的人 而他這個非常誠懇的特質呢 也讓他成為了一個人緣很好 然後被人信賴的人 所謂的好人緣 並不是說很喜歡交際應酬 所累積出來的 而是他長年以來 不管是為社會公益 為了理想 為了理念 所付出的行動 還有他每一次的抉擇 我想大家也看得很清楚 在上一次2018年 其實吳徵的政治行動 在所有的市議員參選人當中 是有非常難得的真誠 而且願意直接來面對民眾的疑問的 所以他這樣的人格特質呢 也讓他得到了很多人的信賴 我自己在台北市議會所看到的是 不管是什麼樣的黨派 或者是不管是什麼樣的政治立場 對吳徵 只要實際上有跟他相處過的人 都可以建立起基本的信任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今天站在這邊這一排的人 每一個人的政黨都不一樣 然後我們的背景也都不一樣 但是我們卻願意共同來支持吳徵 再一次的挑戰 台北市議員的職位 我想這真的呈現了他長年以來 所累積下來的政治信任 那當然他所努力的方向 不用多說 跟我們都是一致的 就是為了台灣的未來 為了台灣的主體性 為了台灣的後代子孫 一直不斷的在呼籲 跟推動往正確的方向走 所以像這樣子的候選人 我認為他的能力是我所肯定的 他的理念是我所贊同的 而他確實也準備好 要來接受台北市議員這個任務 那吳徵現在所欠缺的 唯一的就是民眾支持的選票 所以在這邊真的要拜託台北市松山信義的民眾 如果你曾經對我的問政有過任何一點點的肯定 那拜託你在年底選舉的時候 可以把你的選票投給吳徵 因為如果我自己是松山信義區的選民的話 我也會把我的這一票投給吳徵 我認為他是值得這張選票 值得我們幫助他進入台北市議會的人 在這邊啃託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阿苗 那接下來呢我要邀請發言的呢 是呱吉 AKA台北市議員 邱威傑 大家知道呢 呱吉跟我跟阿苗 還有玉芬影夢 我們在台北市議會有一個政團 那在過去幾個會期呢 其實我們在這個會期之前要準備搶委員會的時候 我們五個人都是一起行動 然後去搶下某一個委員會 甚至拿下召集人 那這其實呢 也在議會裡面發生了很大的這個化學效應跟變化 也成功的讓很多議案以及附帶決議能夠推進 然後讓市民的預算啊 然後獲得把關 那所以呢 其實我們如果分散的話就有點事單力薄啦 那但是呢 接下來呢 呱吉呢 因為他宣佈說他不再參選松山信義的市議員了 那這一股怎麼樣繼續延續這一股進步的力量呢 怎麼繼續在松山信義繼續這個茁壯 那我們就來請呱吉來推薦吳珍 好 這個我就要稍微講一下 其實我說那一年前啊 我非常的擔心 因為一年前喔 大部分想要參選的這個地方人士呢 都已經小動作頻頻 但是吳珍呢 始終都沒做什麼事 然後我當時非常的害怕 又心想 其實我在這個三年前 早就已經宣布 我絕對不會再繼續參選第二次 所以我心裡想說 欸我真的是不打算再參選第二次的 如果到時候地方上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代表跟我相同的價值觀或理念的話 那我這樣子落跑 好像顯得就是非常沒有正當的藉口 但是幸好呢 結果在最近這幾個月 我終於看到這個吳珍呢 真的很認真的跑起來 為什麼這幾個月才認真的跑起來 原因是因為在去年的時候 疫情爆發 那個時候呢 其實他還在這個 那個亮君的議員辦公室裡面 處理非常多的這個選民服務的工作 所以他可能還不能夠立刻代呼指首啊 所以我覺得這點也可以說明他這個人格非常值得信賴的一個地方 但是也因為他終於願意出來好好認真的選 所以使得我現在可以把自己的這個重擔給放下來 你知道嗎 其實這個吳珍呢 他在去年 不是三年前他參選的時候 其實已經拿到一萬多張票 就差這個當選門檻只有幾百張的距離而已 非常的非常的小 如果說這個三年前的吳珍有什麼缺點 我覺得只有一個 就是他實務上的經驗也許少了一點點 畢竟他比較年輕 但是問題是呢 經過這三年 將近四年的一個磨練 這部分的缺點也早就都已經不存在了 所以今天如果說在松山信義區 還有哪一個是議員候選人 哪一個新生代是議員候選人 哪一個候選人他的在這個價值觀 還有對社會議題的立場 跟我站在同一條陣線上 那就只有一個人 那就是吳珍 所以在松山信義區呢 我只會推薦一個人 那就是吳珍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瓜吉 現在 然後 那我這邊呢 要送給他一個小禮物啦 代表說我把這個棒子給交下去 那今天這個禮物呢 是這個 求婚 我們應該要給我 我們應該要給我 哈哈哈 這個 問結 哈哈哈 是最近這兩個月裡面 第二次 沒有啦 這不是求婚啦 這個是台北市議會的這個徽章 苗布莉亞議員曾經講過一件事 這個徽章他個人覺得是 沒有 因為呢 他曾經說這個徽章 他覺得全台北市議會只有六十幾個議員 只要一個議員會把他別在身上 那個人就是我 因為我這個人比較假掰一點點 然後呢 但是這個徽章呢 因為我已經別了大概三年多 老實講之後也沒什麼屁用了 所以我就把他留給吳征 吳征雖然以後也會有他自己的 但是呢 我把我的這一個先交給他 希望你可以接下來拿到自己的 好不好 加油 吳征加油 謝謝 謝謝邱惠傑議員 謝謝瓜吉 好 那麼 接下來最後呢 就要換我來推薦吳征了 那 大家知道當時就是 2018年其實選完之後 吳征雖洩票 快速的洩票完之後呢 他就省飲了 然後 上次一段 對 然後省飲之後呢 就是我們所有人都在聯絡他 然後都聯絡不上 然後呢 後來實在是 到了過年 過完年 還是聯絡不上 其實我就有點擔心 所以呢 後來呢 我還到他家 就是 懵編聯絡不上 對 沒有 還打 我記得那個 台北市黨部 當時他也是黨部還有打給吳征的媽媽 然後就說 這個吳征都沒有接電話 事態嚴重 然後後來呢 我們實在有點受不了 因為其實在 選完之後 我就有跟吳征約定說 他不能 就 就此消沉 一定要繼續在政治圈努力 所以我希望他可以來我的辦公室 反正就歷練四年 2022再戰這樣子 但是呢 在那之後他就省飲 所以我也聯絡不到他 但是呢 時間到了 2019年3月1號 他應該要到職的時間 他還沒有出現 所以呢 我就這個有點受不了 我就直接 去他家 然後帥著大批人嘛 連里長都去 然後就 破門而入 然後吳征其實在睡覺啦 所以他其實是很平安 但是他就是當時 也是一直在覺得說 那接下來到底要怎麼辦 然後 他甚至還一度說什麼 他要去市農工商 然後說什麼 他要先去飲料店打工啊 什麼的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可能 然後我想說 吳征怎麼可能會消沉到這樣 然後所以 在後來呢 他也正式的 到了我的辦公室 然後在這四年來 其實我們一起努力了 非常多的案子 包含說 公車司機的過勞問題 然後以及大巨蛋的 必案揭發 然後還有非常多這個 像是幼兒園管教不當事件 制度的建立 其實也都是 吳征在我辦公室的時候 跟 接到這些陳情案件 一步一步的跟市政府 跟相關的局處來討論 把從沒有 原本沒有的制度 建立到現在 慢慢制度上路 然後一步一步的調整 讓幼兒讓小朋友 能夠在學校的教育環境 更安全 家長也能更放心 所以這些制度的建立 都可以證明說 吳征他 並不是只有單純 只有理想哦 所以呢 我覺得這邊我的推薦呢 就是 吳征呢 因為他是一個正直而真誠的人 這是他在我辦公室 我認為他這將近四年來 我給他的評價 當一個政治工作者 最重要的其實就是正直 在面對各種的誘惑 或者是面對各種不公義 不正義的時候 他必須要站出來 堅持他的理念 堅持他的價值 那真誠呢 我想剛剛Freddy 跟其他的議員們也都有提到 吳征就是一個真誠的人 他就是真心為你 不為別的事情 他就是希望把你的事情處理到好 希望能夠為你的生活 能夠有獲得一點改變 讓你的生活更加的幸福 所以我推薦吳征 我希望他在今年 一定要選上 然後我們今年 所有的人12月15號 一起在議場裡面宣誓就職 謝謝 好 那麼 接下來我們 等一下哦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邀請到今天的主角 好 也就是我們接下來準備參選 松山信義的吳征 喂 好 謝謝 謝謝今天 來現場參加我的參選記者會的媒體朋友 然後 許多我們平常在議會一起合作的同仁 然後 謝謝亮君 常佐 呱吉 安苗 然後 還有 玉芬議員 他也有為我錄了一段祝福的短片 因為他剛確診完 現在還在自主健康管理 那另外今天其實也有邀請尹夢一起來 不過他因為另外有已經本來安排好的藥物 所以但他也有向我獻上祝福希望今年都順利這樣 其實剛剛聽下來就是非常感謝 呃大家就是很自然很真誠的把這幾年跟我相處的交流經驗都 呃可以願意幫我分享出來 那我在這邊也想再跟大家所有松山信義區的市民鄭重的自我介紹一次 大家好我是吳征 我今年要參選 臺北市松山信義區的市議員 那四年前呢我就也參選松山信義區的市議員 不過當時對我來說 我對參選的想法是 呃所謂的太陽花青年走入地方政治 那坦白說現在回頭去看 也會覺得說這樣的想法其實還沒有還不夠成熟 應該是有更多的角色我們可以去扮演更多責任要承擔的 那四年前我在松山信義區獲得了一萬一千兩百四十六票 這一萬一千兩百四十六票是鄉親市民給我的肯定 以及給我一個機會 到今天我還是非常感謝四年前支持過我的朋友 那四年前沒有當選 也給了我更多的時間陳前和歷練 讓我去檢視自己有哪些不足的地方 所以這四年來就像剛剛亮君講的 我四年來在林亮君辦公室 我們一起處理了非常多的市政議題 包括大巨蛋違法施工 公車這個業者違反勞基法 那我們也推動了長照以及幼教制度的改善 希望可以協助市民的生活問題 直接得到解決 那除此之外呢 除了在議會的服務之外 我自己平常也在我家附近的社區擔任 國小的導護志工 就希望可以讓大家在日常生活中 直接感受到說 我的出現可以為大家帶來一些幫助 所以我在這邊要向大家報告 經過四年 我準備好了 我將帶著 我已經帶著更大的熱情 以及更多的經驗 要來服務松山信義區的市民 那除了我自己在這四年之間的準備之外 我也在我的夥伴們身上學習到很多 當我看到 Freddy委員 他把中正萬華 許多荒廢的國有地 都整頓成很漂亮的綠化的公園 然後亮君除了我們剛剛講到這些市政議題之外 他也為地方爭取狗公園 爭取很多的市政建設市場的改善 然後呱吉推動了這個屯房稅的改革 阿苗在許多市政議題上 像最近的台北通都展現了強烈監督 我在我的夥伴們身上都看到 進步的力量不是只有理想 而且他們能夠把理想帶進體制之內化為現實 所以我也希望這次參選 我的參與我的付出 可以像他們一樣為台北市帶來更多美好的改變 最近疫情延燒得非常嚴重 我想我們今天在座每一位夥伴最近都在忙著處理 各種疫情類的陳情 確診者的收治、居隔單的開立、停客、快篩 買不到這些問題 那我最近在地方上走動 我也看到疫情對我們松山新義確實帶來很巨大的影響 我們饒河夜市現在的人潮比過去只有不到一半 傳統市場買菜的人也明顯減少很多 所以疫情已經對整個市民的生活產生了很巨大的改變 我想在這樣一個人與人被疫情隔開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更需要仰賴台北市的政策以及建設 來去搭起人與人之間的橋樑 所以這次我的參選主軸 我是希望可以打造一個在地生活圈 去推動公園的通用設計總體檢 讓長輩在住家附近就能自在的生活 去改善行人的交通、行人的空間 可以活化社區內的網路 去推動多元化的托育方案 來減輕父母生育的壓力 我希望我的參與可以為台北市帶來更多更多的改變 所以最後要再次拜託大家 大家好我是吳征 我今年參選台北市松山信義區的市議員 肯請大家這次支持我 讓我成為你們生活的助力 讓台北跑起來 好,吳征加油 謝謝,加油 那我們這次呢 為了要祝福吳征能夠旗開得勝 我們要準備一個小禮物啦 麻煩這個吳維把這個小禮物給我們 所以這次要先說 好好好 好 就是呢 我們每個人呢 都準備了議員 然後呢 我們就要把這個議員送給吳征 就是希望吳征在年底能夠順利 當選議員 來 吳征 送給你 對對對 然後呢 為什麼是 就是今天也湊巧 剛好有四個議員 所以呢 吳征就一定會當選 四億元 大家可以拍照一下 好啊 好,謝謝 OK 那我們今天呢 這個所有的內容都已經結束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喊個口號 那等一下我們就會說 松信選吳征 跑起來 台北 一二三就跳這樣 哦 好啊 這裡也是討好 就是那個馬力歐 馬力歐跳你知道嗎 就是 往哪邊呢 原地就好 原地就是原地這樣子 跑起來台北 一二三 去 馬力歐跳 好 好 來 松信選吳征 跑起來台北 耶 再一次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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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松信喊完 我們就後面都一起喊 就跑起來台北大家一起喊 松信選吳征 跑起來台北 好 松信選吳征 跑起來台北 耶 好 謝謝 好 謝謝 各位媒體朋友 有想要提問了嗎 請問 我們直接喊維持防疫距離 好 第一個我想要問 我們的部分 因為松信啊 現在就是 一個形式變成五個形式 然後意思就是 纏到一個 那這部分 因為 藍綠他們都提名的比較保守 那你怎麼辦 喂喂 其實 對選情當然是我們要 拼盡最大的力量去衝刺 去爭取每一張可能的選票 但其實 我覺得對我來說 事情還蠻單純的 因為 我這次是五黨級參選 所以 其實重點就是 在投票這一天 能不能有大概 一萬三千位 一萬五千位市民 他們是喜歡我的個人特質 像今天 我們這麼多好朋友 他們說 因為我很真誠 我覺得我值得信賴 願意把這個機會給我 是不是能夠 我從現在開始到投票這一天 接下來兩百天的日子 能夠爭取到 一萬五千位的市民 他也看到我這樣的特質 然後 願意把這個責任交付給我 我覺得對我來說 這其實也就是 像是一個 單程的賽跑一樣 就是從現在起點到終點 非常單純 那 我自己最近 在地方上走動 去市場 去拜訪過去的 認識的店家等等 其實 我自己感受到 是很多人 很多的 上次有投票給我的人 他們 我遇到他們的時候 他們其實都有講到說 覺得 上次真的很可惜 差一點點 這次一定要更加油 所以 其實我對自己對這個問題 沒有感到很焦慮 是因為 我感受到說 在 這個支持我的人 我們之間 其實是被上次這樣的一個 記憶跟 情感所連結的 所以 對我來說 我現在希望做的就是 可以把 上次已經願意支持我的人 很顧好 然後繼續 讓他們看到我的成長 同時也在這一次 像我剛剛提到 我們規劃一些政見 去說服 去爭取更多 年輕人 然後以及所有松山信義區 市民的支持與認同 我覺得 對我來說 我相信 把所有工作 所有該做 所有說服的這些任務 都做好 去認真 掌握每一天 我覺得這樣子到最後 應該就是 可以得到一個 開心的結果 我 他就是想要說 問族正跟瓜子 因為族正中 關九七要說 是很希望可以把 原分有的 選項跟支持者 轉移到族正 但是 其實這個 這個過程要怎麼進行 然後我們說服 主席總會做這件事情 我們認真很快 都可以 都可以 把這個選項轉移到地上 還要你怎麼做都可以 是 喂 我可以回答 或是你要先回答 好我先回答 然後我瓜姊接著這樣 我覺得 呃 對我來說,當然是很謝謝瓜吉他剛剛也有說他這次會支持我這樣,然後也願意把這個信賴托付給我 那我想,瓜吉的很多支持者其實我們大家都年輕人嘛,那其實他也不是說看著說,可能因為我喜歡瓜吉,瓜吉今天講他支持武僧 那喜歡瓜吉的人就因為這樣也喜歡武僧,我覺得這個其實不一定 但我想重點還是說其實大家都年輕世代,然後期待看到很多不同於過去新的氣象來發生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我這次選舉的主軸,就希望可以用一些不同於傳統的方式,像剛剛我弄這個諧音梗,因為我自己很愛諧音 所以希望有趣一點,然後好笑一點,輕鬆一點,然後讓大家去看到我想談論的市政議題來爭取他們的認同 我覺得,因為畢竟我支持我的人,畢竟他們也都有自由的意志,所以我單純的跟他講說我支持武僧,他們不見得一定會把票投給他 可是我覺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其實松安信義區呢,目前雖然是九個席位,不管他是九個還是十個 但實質上來說,現在不管是國民黨或民進黨,基本上提名的方向都是以他現在在地經營的比較深入的一些比較傳統型的政治人物為主 那當然他們也都有很多值得敬佩跟優秀的地方,但問題是如果你今天真的只是要挑一個,就是很關注一些重要的社會議題的年輕人的話 我坦白講,現在就只有吳征這一位,那所以其實如果今天有相信這個價值是重要的,那我相信其實你的選擇也不多 基本上吳征就是最好的選擇,而實際上呢,我的選票也不用百分之一百 我相信就算是只有三成的人願意相信我的意見,把他願意轉給吳征的話,其實也已經讓他綽綽有餘啦,也絕對有當選的資格 大概是這樣,謝謝 然後問吳征,2018年的時候是第一次在一輛的戰場嗎? 然後那個時候有學運的加持可以拉開其實,但這是以組黨的參選,所以你的策略是什麼? 會不會覺得可能背後沒有政黨、澳園比較難選? 我覺得沒有政黨的澳園跟資源,這是肯定的 但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怎麼講,它也是一個轉機 因為我們知道在大黨裡面,它是一個體制化,是一個組織化的團體 那候選人畢竟會受到比較多的這個相應的責任,以及他要配合黨的方向 但是在我自己接觸,我們松信的年輕選民過程中 我感受到其實非常多年輕人,他是希望看到一些新的氣象 希望看到有一個人可以更自由,然後更自在的去為他們代言,為他們發聲 去展現出一些不同於過去傳統政治這樣的路線 所以我覺得雖然沒有政黨的組織跟澳園,但是我相信松山信義區的年輕選票 年輕人,以及認同我的理念,我的做法人,我們集合在一起 然後去大家互相幫忙,我為他們代言,我為他們服務,然後他們也為我宣傳 這樣的一個,我覺得好像大家有點像一個共同體一樣 這樣的關係,其實是可以把我這次在選戰中支撐起來有一個競爭的一席之地的 好,問一下兩位議員,你跟說這次也是一席的上場參選嗎? 那這位前輩有沒有什麼意見? 那這位前輩有沒有什麼意見? 那其實我覺得無貞這幾年,再加上他自己本身的特質 其實我也不敢說我有什麼資格給他很多建議 但是我覺得就是無貞帶著真誠的心,然後服務地方 那因為我們知道說大家或許對於年輕的政治人物會認為說我們在很多理念 或者是市政議題上面有很多的想法跟破壞 但是呢,或許在地方的服務上面就相較之下會比較弱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的是,大家不用擔心無貞這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無貞在這幾年真的做得非常好 甚至有些時候我都覺得無貞的耐心比我還要多 就是非常認真的在處理這些地方服務案件 那我想就我自己的經驗,在地方的服務案件 讓每一個人幸福快樂的走出我們的服務處 或是幸福快樂的跟我們講完這一通電話 我覺得那個成就感以及對那位民眾而言 都是可以改變他的生活的 所以這件事情當然也是我們市議員一個非常重要的責任 除了把關預算跟這個監督政策以外 我想我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地方服務 那我想無貞在這幾年來應該也都已經非常的熟人了 那就是相信無貞在今年年底 也可以獲得很多市民朋友的信任 那也希望很多有受過他幫助的人 也可以把他推薦你的朋友 不要說只有你這一票 就是說把他推薦給你身邊的人 再繼續讓無貞他以市議員的身份 來正式的來為大家服務 謝謝 謝謝